其实这次的获奖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 因为我们这次在这个选举里面 我们同时获得两个奖项 一个当然是最佳网站选举 十大最佳网站选举 然后我们中文网拿到了其中一个奖项 另外我们的iPhone的应用程式 也获得了健康平板电脑应用程式的 其中一个奖项 我们一直为全球华人服务 当然也包括香港 而且说起来 其实香港也是BBC中文网 可以说是全球第四大的市场 也就是说香港也是对于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么在香港这里面能够获奖 那当然确实对我们来说 是值得亲和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BBC中文网在1999年创办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提供了 既有简体的版本 也有繁体的版本 那么当然这两个版本 对于我们来说同样重要 其实我们最近可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动作 就是在我们的Facebook增加了繁体版 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社交媒体 所以我相信对于中文网来说 不光提供内容 也更多的是怎么利用社交媒体的平台 和广大的我们的网友来互动 当然其中包括在香港的网友 我们BBC中文网很快会推出 我们就用英语来说叫responsive design 中文来说其实就是一个 所谓的反应式的版面设计的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说 将来你无论是用手机 无论用什么品牌的手机 无论用什么的平台来浏览BBC的话 你都会得到 可以说是根据你的使用的平台 来专门设计的一个版面 那这个其实也是整体BBC 目前在推的一个东西 那么中文网我们可以说很快 也会推出这方面的一个设计